所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在过去十几年, 这是抛出王敏,这是舍着人家的孩子套到自己的狼。 就把王敏看上去是自己孩子,贴上标签套了自己狼。 就今天一开始,你们看到的视频, 用假冠军、假刘成洁来帮助了真刘成洁、真冠军、真的孙瑶。 王敏就是那个可怜的假冠军、假刘成洁。 你跟人家增加根本轮不着,是吧? 然后呢,把习近平这个狼给引走了。 王岐山高啊!王岐山梦见柱,曾庆红戴永阁,真高啊! 这就是习近平。 是吧?我们来谈到宋主英和杨岚。 当时,王敏此人好舍至极啊。 睡过,你看他的女朋友,九龙子叶张音。 还有唐僧之妻,张什么,张丽华。 还有中国的那个,搜猴的那个潘石屹的老婆叫张欣。 女强人张欣啊,赵欣你再来告我张欣啊。 张欣也跟王敏睡过,就是潘石屹的老婆。 她就爱睡这种老板的老婆和有成功的女性。 王敏因为她有这个精神障碍。 她的老婆是谁呢?是上海山中的女性。 非常优秀。上海山中就是宋庆龄。 这个上海山中,那里的出来的女性都很变态。 就是打她俩的孩子,虐待王敏,看不起她安徽农民。 所以她老婆也被抓了,抓了以后从来没去看过王敏。 而且她老婆在里边屡次被看被听,王敏有多少女人。 结果一看王敏玩的全都是甚至比自己大一半的女人。 然后都是一些女企业家,包括张欣啊,王敏就是最爱玩的女强人。 所以王敏喜欢谁呢?喜欢宋主英和杨岚。杨岚啊,宋主英, 咱们这事儿你们都可以来告我啊,我说的啊,我说的。 我还有很多语音没放呢,你们来咱们到法院来听一听啊,都来听一听。 当时杨岚,杨岚通过赵本山,因为赵本山已经给王敏挂上了。 就是去要见王敏,要跟王敏干啥呢? 辽宁的一系列的地产项目,有老板要批地产项目。 也批什么商行,什么长春商行啊,什么这商行那商行。 最后是杨岚,就一说要去,还有吴忠啊,还找私人飞机。 由赵本山安排见了王敏。 据说王敏啊,他身边的人极为反对。 你绝绝不能见,这个垃圾如何多坏。 结果王敏还是抵挡不住诱惑。 在赵本山的安排下,还是跟杨岚见了。 俩人一见面,王敏这人是天下最能喝酒的官员。 你喝不过他的,喝一两斤没问题的。 这个王敏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就进了房间了。 就跟杨岚进了房间了。 杨岚进完房间以后,那这就是亲密无间了嘛。 是吧。 然后这杨岚跟王敏之间,就开始了,就王敏协调。 王立科,你们记住的吧? 不叫王立军,叫王立科。 是当时王敏派到江苏去的。 公安厅厅长也被抓了。 这是要干掉习的人。 这百分之百是王敏派去的。 而且谁找的就是孙立军,杨岚找的。 王立科和吴征和江志诚和孟建柱极好。 所以他们想杀习是正常的。 他们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伙人。 然后王立科啊,江苏啊。 然后吴征就帮助找王敏。 就安排了江苏的书记啊,杭州地产啊,酒店啊。 大家你们可以看到啊,你们可以看到。 自从杨岚和王敏挂上以后, 吴征的事业当中有多少是和王敏有关系的。 杭州、苏州。 江苏有多少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啊,王敏就一下子成了杨岚的。 就像自己的小跟班一样。 就我本人啊,我亲自现场。 就是我在这个日本餐厅吃饭。 杨岚、吴征。 后来还有那个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焦丽。 当现场。 现场啊,就打电话。 就打电话。 就给王敏啊,如何如何如何的。 那个给王敏一打电话。 王书记啊,最近身体不错啊。 我又给你找了两瓶个好酒。 是吧。 然后呢,我啥啥啥时候。 哎,王敏。 就这一安排,戴永哥就私人飞机就来了。 你说王敏那时候胆子也很大。 他就在沈阳辽宁书记, 就私人飞机就进北京。 而且呢,找的飞机啊, 还有一次刘长热, 凤凰刘长热安排的飞机。 就是那个豪客800。 豪客800的私人飞机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就是丰田。 就是丰田巡洋舰级别。 很差的,但叫私人飞机。 忽悠王敏,王敏就来了。 就是在北京吃的饭。 这一电话私人飞机安排好, 就是大连飞来了。 大家想想啊, 这下午五点钟说的, 七八点钟王敏飞到北京了, 到餐厅来喝酒来了。 所以杨岚就给王敏之间折腾的官, 帮助这个王敏是个天大的, 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当官的, 那就是小白兔, 被人家利用的。 杨岚跟他之间, 杨岚子宫手术, 切手术。 这个王敏书记也进行了多次关怀啊, 问寒问暖。 借到北京开会之机, 还到协和医院亲自去看望。 你可见杨岚当时在江家, 这个王敏曾经跟他身边人说, 你们可不要惹, 就是反对他见杨岚和吴征的人。 王敏在电话上亲自告诉他, 你可不要电话上骂吴征和杨岚。 你不要惹他俩啊, 他俩是唯一一个到江家, 就像回自己家那么方便的人。 这是真的。 就是能去江家, 像回自己家一样的, 就是吴征和杨岚。 这是真没吹牛。 真没吹牛。 所以王敏在跟杨岚睡觉的同时, 给吴征戴绿帽的同时, 他真害怕吴征和杨岚。 然后呢, 这个吴征和杨岚, 骨子里看不起习近平, 看不起彭丽媛。 所以说, 有一次王敏和军队人吃饭的时候, 他说, 吴征和杨岚这么看不起习近平和杨岚, 这个彭丽媛呢? 看不起。 觉得习土没文化, 吴征会讲法语英文, 杨岚会讲那么好的英文, 英文讲得比中文还好。 然后嫌彭丽媛多土多土。 这都是当时王敏说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啊, 就是都知道王敏好色, 喜欢杨岚。 戴永阁、赵本山搞定了杨岚送给了王敏, 而且上钩了。 这个时候呢, 还知道王敏书记还喜欢宋主英。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宋主英被约到当时的铁领去见王敏。 赵本山啊, 在去之前啊, 就捐给了宋主英五千万。 如果是关系搞好, 还有钱。 这个是宋主英承认五千万, 但是不承认另外一点五亿。 赵本山给了他, 说是两个亿啊, 去了以后喝酒。 喝喝酒就一样喝到中间, 俩人都最心心的进了预备好的房间。 是吧? 从此宋主英啊, 就裹尽了王敏这件事。 这个当时宋主英呢, 就是帮助王敏和赵本山, 帮了一个房地产项目, 是沈阳开发的。 400个亿的项目。 应该是, 这个是给广东复利的张力, 搞了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赚了40个亿。 所以说宋主英第一炮, 和王敏就是价值42亿人民币。 大家记住了吧? 我讲到这的时候, 你就知道宋主英, 杨澜, 吴征和赵本山, 干成这样的事。 咱们在谈到就是舒焕章, 还有戴永阁, 还有这个王阳, 还有王敏他们这些人。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成为一家人了。 胡同有无, 经常在北京, 海航的地方。 还有, 大家看到就是增围的US公寓, 还有云南驻京办事处秘密地点, 经常商榷见面。 最关键的是, 在现场还有个叫史文青。 史文青这个人, 你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垃圾的官员, 你都不能形容是货有多辣。 他杀掉的人, 他玩弄的女人, 你真是你拿手指头数去, 你都数不出来。 就在那个东山环, US联邦公寓, 海航大楼, 还有这个住经办, 还有那个什么, 长城民馆, 昆仑饭店, 就那一圈。 就是共产党的交易中心。 这时候出现了什么人, 大家知道? 姚庆。 大家知道, 王敏怕王岐山。 他不是一般的怕。 王敏, 他在下面, 王敏一开始搞不清楚王金山什么来头。 结果是王敏, 还有咱们那位朋友, 大家看到了吗? 去那个, 唐拉西亚的海航俱乐部, 到那俱乐部吃饭, 发现姚庆在。 发现姚庆在。 姚庆在那个地方很吓人的, 她吓一大跳, 是吧? 姚庆全城全部是打游浴机。 杨岚, 然后呢, 就到了这个海航这块了。 这个时候的姚庆, 是给谁说话呀? 国开航。 国开航, 姚庆, 海航。 大家知道海航多少钱, 是吧? 海航多少钱, 兄弟姐妹们。 然后突然发现, 姚庆是中国最大的古董收藏家。 和想聘, 就是叫普洱茶的宋聘, 宋聘的最大的茶叶收藏者。 大家知道吧? 这个我在2017年爆料就说过, 她也傻眼了。 姚庆, 她一开始不知道姚庆是哪方神圣。 姚庆是真正的, 是王敏看到大哥了。 她以为王岐山, 是吧? 是神人哪, 是吧? 她发现她见了姚庆了, 在这个海航, 她当时还不知道她跟海航啥关系, 后来看我们料才知道的。 这海航, 姚庆, 旁边坐着国开航, 还坐着当时的中银国际投资的, 有王延, 还有公安部的王大伟啊, 是吧? 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唐拉雅秀啊, 还有焦丽啊, 还有杨帆啊, 李远东的女儿啊, 是吧? 就这帮人。 更重要的人, 这里边有什么? 有张松桥。 张松桥, 戴永阁这些人都联络起了。 兄弟姐妹们, 当我说到这的时候, 你发现了吗? 王岐山, 不仅政治上和曾家, 和江家, 是一个孟建柱, 还有他们曾王, 孟, 江, 是把习当成了一个干四年要干掉的主。 然后, 所谓以反腐为名, 清掉江家的敌人之外。 他在经济上, 和曾家, 和戴永阁, 和曾伟, 和张松桥, 还有香港的英皇的杨寿成, 这黑社会的。 还有孟建柱的, 所谓的在澳门的, 大卓头啊, 被抓了, 阿卓, 阿卓已经被抓了。 还有蛇之江, 还有香港的这个梁万琦啊, 四泰啊, 是吧? 澳门的整个洗钱。 实际上, 这是王岐山和孟建柱控制的。 黑道, 孟建柱。 是吧? 白道, 王岐山, 中纪委。 人家两间姚庆, 通过戴永阁, 通过张松桥, 通过英皇, 通过梁万琦, 通过赌场。 人家经济血脉相连。 大家记住, 香港出来一个叫张松桥的, 叫重庆李嘉诚。 你们去看, 你们把这张松桥的拿出来, 我看看兄弟。 我咋说到谁, 你没谁啊, 今天。 乱了, 乱了, 乱了。 说到这人, 你把他奖励拿出来。 就是, 大家要看到啊, 张松桥是在香港, 屹立不倒的大陆富豪。 他身边人最多是谁啊, 大家记住的, 你一定记住, 香港合著国。 香港梁万琦。 香港杨寿成。 大陆徐家印。 徐家印。 徐家印, 我再给从这一遍。 然后戴永阁。 然后刘延东、杨帆。 杜明辉。 然后是杜明辉。 杜明辉。 原来他爹是那个政法委出席那个, 杜什么国啊, 杜炳国。 杜明辉。 这几个人, 这全部都是围着张松桥钻的。 你见过张松桥有个事儿吗? 张松桥在大陆, 还有一个最重要在香港的, 叫张力, 富丽城张力。 张力, 张松桥, 还有这个杨帆, 当年车风扇女婿在这混啊, 还有这个那个谁, 刘乐飞。 刘二飞。 这些人都是混在一起的。 姚庆市里边几乎是老大。 然后孟建柱的代表, 都是在澳洲玩。 孟建柱就是所谓的孟海经。 还有他的外甥。 这些人所有在一起了。 你想想, 难道王岐山不知道自己的姚庆, 和所有的这些人是生死关系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送聘普洱茶叶, 姚庆几乎霸占了全世界70%。 张松桥和姚庆, 和富丽的张力。 还有, 大家知道的戴永阁, 还有曾维。 这些人在一起的, 你去看一看, 全去哪儿了。 他们所有去的地方, 澳大利亚, 买房子定居。 徐家印也包括这些人。 所有人还有一个地方, 现在全部在伦敦。 大家发现了吗? 所有人还有一个共同方向, 就是不去美国。 所有人都是钱哪来的? 澳门赌场。 洗钱, 地下钱庄。 所有的澳门赌场地下钱庄, 谁管的? 孟建柱管的。 曾家管的。 所有这些人, 这过去几年, 都不回国了。 你看他们啊, 不回国, 待在香港。 从香港, 习近平越来越在这块, 越耍二脾气, 是吧? 王岐山告知姚姓, 赶快张松桥, 是吧? 让张立这帮人把钱赶快移走。 从香港最早移到哪去啊? 张松桥成为第一个, 买掉伦敦最有钱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我哥们儿的, 他已经死了。 是谁知道吗? 大家查一查啊, 伦敦海德公园, 原来沙特国王的房子。 本人几十年前经常去, 老国王死了, 他儿子, 就现在的奔杂伊们, 看资产的时候, 都没发现。 英国帮大家管理资产的, 这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 大家查一查, 英国最大的房子商, 叫Candy Candy, Candy Candy就是英国海德公园, 叫海德一号的开发商, 哥俩。 人家找到他说, 这房子是你爹的, 是你家的。 他都不知道, 他说那就卖了吧。 但是那个是唯一当年, 国王在伦敦的几十个住宿, 其中之一, 房弹玻璃。 花了一亿多英镑卖给了谁呢? 说是张松桥, 实际是姚庆。 然后张松桥和戴勇格和张力, 又给姚庆把钱转过去, 买了伦敦第一房, 就叫剃护刀的写字楼。 和咱原来大使馆, 咱这个住纽约的大使馆同一个建筑师, 阿根廷的设计师。 剃护刀。 这都是姚庆, 曾伟, 戴勇格, 张松桥, 张力, 杜明辉, 这一起的干家, 其中还有栗战书的大女婿, 李潜心的老公, 搞下半岛酒店, 搞下香港酒店, 全和张松桥有关系。 这里边就是栗战书的栗潜心, 女儿栗多席, 叫王哲, 都是在一起的。 大家去想想这个局, 所有人的钱有没有放在一起, 这说明你的关系好不好。 你不在一起有共同的钱, 说你有多好, 很难相信, 特别是中国政治家这个体系里面。 第二, 是吧, 有共同的孩子, 男男女女放在一块, 你不放在一块, 很难说咱家亲密。 你看看, 是吧, 孟建柱, 王岐山, 曾庆红, 戴永阁, 张松桥, 是吧, 所有的这些人的孩子, 全放在一起。 你觉得他是不是好。 第三个, 有没有一起上过床, 人家暗的名字天天上床, 有宋祝英, 有杨岚, 大家都是表兄弟, 都不论辈儿了。 在床上可能是, 本来该叫爷爷的, 都应该叫哥们儿了, 本来该叫奶奶的, 这都叫做亲爱的了, 是吧, 这是已经乱了, 乱了, 在床上不分, 辈儿分高低, 只分时间长短, 是吧, 这完全是不论的嘛, 所以说, 在他们这个关系里边, 是不论辈儿的。 记住啊, 在这种关系上, 他们是没法论辈儿分的, 所以喝醉酒以后, 大家都不论辈儿, 统统只问, 裤腰带在哪儿, 是吧, 论床上时间长短,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所以你根据这几个, 你就搞明白了, 兄弟姐妹们, 你在看王敏的案子是怎么来的, 王敏压根就不是, 一起谈过时间长短, 一起分过儿女的利益, 也没有一起成长。 增加用过的人,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 增加当觉得你是我的危害的时候, 我就会以反腐的名义, 我把你除掉。 因为有王岐山和孟建柱。 当我觉得你忠于我的时候, 我会继续用你。 当我觉得我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是我威胁的时候, 我要除掉你。 我用你的时候, 叫忠于增加和忠于未来。 共同腐败, 共同上床。 当我干掉你的时候, 是因为你不忠于党, 你腐败, 堕落了, 把你干掉。 你将被冠上, 玩弄女人, 道德腐败, 生活糜烂, 从来没有坚定过党的信仰, 从来没有用过党的信仰, 你进去吧。 我说的不要相信我, 把这些人的案子, 大家好好去看一看去。 看看他们的经历。 那么这是一个辽宁王敏案, 是一个王岐山孟建柱, 包括了栗战书, 包括江志成。 指一个完全是保增, 灭口, 骗习的一场政治大习。 大家我说到这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感受? 怎么样啊? 今天七哥是给体制内的朋友们, 或者是战友们, 我只是让你们知道知道, 无论你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 你不过是工具而已。 就像赵本山这样的漏人, 大家有那段喝茅台酒的吗? 喝茅台酒的, 赵本山,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亲自经历的, 赵本山, 请了什么白延松啊, 宋竹英, 让你喝真酒。 王敏, 还有这个孙力军, 孟建柱这人喝真酒, 其他人一概喝假酒。 大家看到了吧? 那徐明就更不用提了, 是吧? 这徐明绝对是要被灭口的, 那这是毛子不算, 对不对啊? 那个田伟啊, 我告诉大家田伟, 田伟, 那是山东出来的刘振亚这些人啊, 我再回来再讲一篇, 刘振亚, 那田伟和王敏啊, 和这都参加过宋竹英啊, 什么的, 田伟是最大的皮条恶之一, 但田伟人长得跟那史文清一样啊, 跟那个蔡尊子似的, 是不是? 上下没有分别的, 奇丑无比, 这个地道的就是啥也不是这么个出身, 满嘴谎言, 满嘴谎言啊, 那么但是呢, 他会拉皮条, 但是他不如吴曾在哪儿了呢? 我赵本山人家是个名人, 是吧, 有渠道, 人家吴征有个老婆杨岚, 是吧, 人家宋竹英本来自带的就是漂亮, 那田伟就很惨了, 田伟人家不跟他上床, 也不跟他睡觉, 他也没有一个杨岚当老婆, 他只能去拉那些明星去拉皮条, 这他就有一个小白沙, 这个小白沙应该是黄如伦送给他的, 那个整个他就是本人他一开始也没有多少钱, 那么他也没有这么多明星给他, 他就很难了, 但是他很厉害, 赵本山也帮他找, 那么张松桥这里边是一个最重要的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 张松桥身上控制的财富, 不是重庆李嘉诚, 真的李嘉诚俩也不行, 张松桥在伦敦, 在英国, 在日本, 在新加坡, 包括部分在台湾, 在澳大利亚的财产, 那真叫富可敌国, 其中你想象不到, 姚庆, 冠军流程帝, 包括海航很多钱, 都在张松桥和张立手里, 这个张立这个人啊, 这是一个很恶的一个人, 张立的儿子也非常嚣张, 人家的儿子都有一个七千万的私人飞机, 都是650啊, 邦巴迪啊, 不像他们骗王敏的那个豪克八百, 就是邦巴迪, 叫邦巴迪, 和650相当于车中的劳斯莱斯和奔特利, 人家孩子一人一个, 是吧, 就这些人, 像张松桥有好几个飞机, 像那个香港英皇的杨寿成, 是吧, 跟张松桥的铁哥们, 因为英皇本身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嘛, 他属于国安的人嘛, 吴征是国安的, 后来挂在那个二部嘛,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人, 张松桥, 吴征, 杨岚, 宋祖英, 戴永阁, Wiki, 女朋友, 栗战书, 徐明, 田伟, 是吧, 然后你再看看上海里有一帮什么, 郭广昌, 是吧, 郭广昌, 徐家印, 张立, 潘石屹, 什么任志强, 你这都是旁边的, 你都是端台倒盘子的, 洗钱的, 张松桥是个大帐房, 对吧, 张松桥和张立连碰都没碰, 郭广昌被抓了又给弄回去, 所以现在习明白了, 习一定要把曾孙子叫曾祥天, 孙女曾祥月, 和戴永阁, 戴斌, 回到刚才那照片, 所以说像把这些人, 把这些人包括张松桥, 包括张立, 包括姚庆, 一定都会抓起来, 习非常清楚, 抓他不是为了清党, 抓他不是为了人民, 你们不要在那天真, 抓是为了自己安全。 平民, 数楼矣啊, 大家想想啊, 这是曾祥天, 哎呀呀呀呀, 你咋搞的兄弟啊, 那个是曾伟啊, 你放出去, 你可别放出去, 那个曾祥天是曾伟, 旁边是曾祥天, 傻子, 那是他爹个儿子的关系。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啊, 这是习抓这些人, 不是为了党好, 也不是为了你杨甘兰的活过来, 也不是为了谁谁能活过来, 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安全。 现在我请问战友三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跟习家玩? 习家是不是就是干净的呢? 他最相信的栗战书, 当年的中办主任党, 中央警卫局局长啊, 尖子管的警卫局啊, 是吧, 人大主任党, 他的那栗战书跟曾伟和姚庆, 和这个藏松桥, 那来往的很的, 还有那个整个的董文彪, 是吧, 来的好, 好得很啊, 但是或许, 习没有别的选择, 就选了他。 当时栗战书从贵州当书记, 被选成中办主任的时候, 是带秉国和曾伟坐着私人飞机, 到贵州第一告诉栗战书。 大家可以想想, 想想啊, 牛吧, 习到最后, 帮助在王岐山和孟的颂拥下, 把整个胡派, 共青派, 基本全抓完了, 立着令计划这帮人, 是吧, 也执行了南普多计划, 最后发现下个抓就是他了, 他就聪明了, 这家伙聪明了, 他就开始要抓这个曾庆红的人了, 但是动不了曾庆红啊, 他有王岐山, 有孟前柱的, 动不了啊, 是吧。 那么接下来, 大家看, 为什么习家人, 没和张中乔, 张立, 这人玩, 习家一样也不干净, 肖建华就是跟乔乔, 还有吴天桂, 还有安安, 那都是有生意的, 肖建华在这人里边, 那就是一个狗屁不是, 就肖建华见了曾伟了, 就是在门口站着, 肖建华的脸皮就那么厚, 就是你看看田伟, 你看看吴征, 你看看张立, 你看看徐家印, 你看看张松桥, 你再看肖建华, 他们这些神人的背后, 有三个特色, 是常人没有的, 我是没有。 你看所有刚才说的那些地点, 除了小白沙我去吃过饭, 我一个地方没有去过, 我最有资格去, 我最容易去, 我一次不去。 第二, 所有这些人, 我认识的比他们都能少, 我跟他们一个不来往, 包括曾伟, 我最早借给他钱是, 1996年的时候, 95年借给他钱, 我最能跟他来往, 那时候是曾伟, 和王妍, 和孙政才, 搞墓地, 搞房地产, 搞广告的时候, 和那个赵华勇, 我都没, 我不跟他们来往, 这些人当中有一样, 所有这些人, 像肖建华, 他第一个是不要脸, 就曾伟, 骂肖建华, 骂什么, 你奶奶我咋, 骂, 怎么能够站着, 肖建华就带着一帮女保镖, 就在四季酒店门口站两个小时, 骂张力, 把张力, 骂到当那儿子面, 狗血喷头, 张力, 哎, 我错了, 我错了, 是吧, 就这, 那你们知道了, 天王几个歌星, 他们骂的能, 天王都是有老板的嘛, 骂的狗血喷头, 那天王就像孙子一样, 就在这块罚战, 是吧, 所有的人, 你像这个田伟, 那领导一过那儿给他捶腿, 是吧, 宋主英一来了, 人家哎呀, 我穿高跟鞋太高了, 脚一推下来, 田伟蹲下来, 给宋主英要按脚, 当着人的面, 是吧, 杨岚往哪儿去, 把鞋一吞, 旁边这些大老板, 还有的是将军呢, 过去呀, 哎呀, 我帮你按个腿, 那个杨岚妹妹, 是吧, 那都是副总参谋长啊, 跟着许才后吃饭, 是吧, 就咱没那个贱劲儿, 咱没那个贱劲儿, 七哥, 这一个, 第二个, 能把自相吴征, 把自己老婆, 送给无数个人, 咱没有这个勇气, 实在干不成, 第三个, 就敢杀人, 敢要钱, 咱没这个胆, 这三个咱都不具备, 是吧, 那么习家的人, 吴天贵, 安安, 瞧瞧跟这些人做不做生意, 当然做生意了, 但为什么就和王家, 像那银太地产啊, 是吧, 像那康点啊, 像中国金融啊, 中金啊, 高燕燕, 这些人跟习家, 坚决不容, 为什么, 政治上本身就不是一伙, 你像马明哲, 跟了江, 跟了王岐山, 平安的, 是吧, 跟着跟着, 最后, 他就给习的姐夫有来往, 是吧, 然后呢, 特别是大家知道, 马云, 马云是百分之百江家的, 他看不起习家, 看不起习家, 甚至认为习随时被干掉, 对吧, 然后马化腾是百分之百的是跟着江家的, 但是又跟马, 又跟他竞争,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到, 习家在经济上赚了大钱现在, 但是人家不跟他玩, 他搞的是科技领域, 所以现在习家查腐败, 查来查去, 他一定会被他们干掉, 或者是他一定把这些人全部干掉, 两边想有一边完整的活下来的可能性, 绝对没有, 对我们爆料革命来讲, 你至于哪家死哪家活, 跟我求关系, 是吧, 我们现在不想证明, 这里没有一个好人, 不管是习王江孟曾, 还是王敏, 还是没有好人, 他是体制内的就没有好人, 相对来讲, 王敏只好社没好钱没杀人, 对吧, 但是王岐山, 孟建柱, 戴永阁, 是吧, 那栗战书这杀人多了去了, 所以说, 天下为公正道, 我们做不出, 我们是人, 我们做不出, 对了, 因为我们是人, 他们是魔, 所以说, 所以说, 咱这做不出来, 你现在给我们一次选择, 给一辈子这样, 咱也做不出来, 是吧, 邓家贵也搞大了, 吴天贵, 邓家贵, 都是贵他们家习家, 所以说, 咱们搞不出来, 那么今天, 当我们谈到这些人的时候, 请大家高度关注, 中国共产党现在下面的经济大亨们, 你所知道的, 今天你能数上名的, 没有一个不是权贵的白手套, 包括任征飞, 任征飞是绝对是给习家宇来往的, 和邓家贵绝对是好的, 是吧, 还有中兴啊, 你现在温家宝就不用提了, 我现在只谈到了王岐山, 孟建柱和曾庆红, 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被曾家, 戴永阁, 曾伟, 史文清, 还有一个王阳, 还有苏焕章和王敏安, 就拿走这么多钱, 一个, 这宋主英这一炮, 42亿人民币, 打了多少炮咱不知道啊, 这个, 跟这个杨岚, 杨岚这一整也是几十亿, 上百亿, 什么这电瓶车那电瓶车的, 还把宝马给买了呢, 是吧, 这就是, 你们能知道, 从爆料革命以来, 我让你从那个海航的七八七, 姚敬和张松桥和海航, 到现在闻死不动, 中国反腐, 不是越反越腐, 或者越反, 这个腐败有个不是的, 反着反着腐, 那个反字就被拿过来了, 就被腐反了, 反着反着腐就腐反了, 现在最牛的人, 你动得了吗? 徐家印, 张松桥, 戴永阁, 曾伟, 你动得了吗? 永远的牺牲品就是王敏, 包括你那史文清, 舒焕章, 王阳, 你算啥呀? 就给你牺牲掉了, 可怜吗?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所有中纪委办案的人, 中纪委是王岐山天下, 政法委是孟的天下, 怎么轮得着你习说话了呢? 现在你让大家选择, 几乎百分之百会选, 站在曾家和王岐山和孟家, 江家, 没有人站在习家。 所以说, 反腐反腐最后被腐给反了, 习反腐叫腐反习, 这最后一定是这个结局。 所有这些过程当中, 都是被人家抛出来的牺牲品。 如果你还不醒来, 那就是你活该。 如果你还不醒来, 就是你活该。 吴征和杨岚有感情吗? 我的天哪, 同战哪。 你这一句话, 我觉得今天我直播白播了。 有感情, 你会把你的女人送去, 让别人天天去戳去吗? 什么样的感情, 你能把她送出去, 把子宫都给戳没了? 什么样的感情, 你能问出这样的话来呀? 战友们。 所以说, 有时候啊, 这王岐山有时候说的话, 我有时候想, 这王岐山这个王八蛋, 还有这个孟建柱啊, 说中国人啊, 就是没有开支一帮域民。 愚蠢的, 连猪都不如。 你给他自由, 你给他民主, 你给他尊重, 他把你弄死了。 这帮人都是没开, 没开话的这些渔民们, 就得把他们当猪狗对待, 当奴隶对待。 这话很难听。 啊, 但是我看到这次打疫苗, 还有爆料革命走到今天, 我确实呢, 看到很多战友, 真的是不开话。 你看看, 刚才那战友问他话, 吴征和杨岚还有感情吗? 你问出这样的话, 如果吴征告诉你, 我很爱杨岚啊, 我好有感情啊, 你信吗? 那杨岚的子宫都没了。 那吴征不知道吗? 是吧? 他那个子宫, 子宫是糜烂, 是不是? 我现在欢迎杨岚来告我, 你别吴征告我, 我希望杨岚, 你告我, 咱到医院检查你有没有子宫。 我就想达到这一个目的。 还有这个刚才的语音当中, 当事人能不能作证, 当时你和王敏的事, 他会出来作证吧。 对吧? 赵本山出不来, 赵本山旁边有人啊, 赵本山的很多当事人都出来了, 已经是我们的战友了, 当时都在场的, 是吧? 宋主英很聪明啊, 跟王敏书记睡完以后, 把床上的东西马上给扔到浴缸里去啊, 都扔到浴缸去啊, 人家, 咱这个战友现在, 我相信一定会在这看的啊, 咱战友说, 孙主英很聪明, 很老脸, 杨岚就不在乎, 睡完, 床上是不是黏糊糊的, 也不在乎, 是吧? 啊, 王敏书记还喝的那壮阳, 壮阳, 壮阳什么丸啊, 什么小方瓶的, 金色的, 你看王敏书记能喝酒, 但是呢, 他跟人家睡的时候, 跟杨岚第一次喝了壮阳药, 他都也不去折盖, 但是宋主英很聪明, 把床单拽掉, 东西全拿掉, 扔到那个浴缸里, 水一泡, 你就检查不出来了, 他怕有人留证据。 咱的战友, 你们竟然问到这样话, 你这是什么情商啊, 兄弟姐妹们, 你觉得吴征爱杨岚吗? 有感情吗? 我别播了, 我睡觉去, 哎呀, 咱俩这忙活着一天, 我这24小时白忙活了, 兄弟。 哎呀, 我的天啊, 我今天讲到这的时候, 听上去想讲黄片, 世界上最贵的黄片, 据我所知啊, 最贵的黄片, 不会超过100美金, 不会超过100美金。 我刚才讲到的这些人, 每个人都是以14亿人民的子孙, 和无数个杨改兰和他的孩子被砍头。 无数个锁链女,唐山女。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是, 你搬的手指头数一数, 过去的这30年改革开放, 到今天, 中国的权贵家族不超过2000人。 就能折腾到今天的, 基本上爆料革命都说的七八不离神了。 但是他牺牲掉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如果没有这些人, 我不相信会有病毒的发生。 他们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才能在西方世界渗透。 从过去把中国人当努力, 到把欧洲美国人当努力, 到把全世界当努力。 美国人今天听不懂我们, 也不想听我们说这个话可能。 没有问题。 我们爆料革命, 就是道家说那个无字。 我不在乎你听懂不听懂。 我也不在乎你信和不信。 但是你挡不住事实的发生。 没有这些嚣张的统治14亿人民的这些王八蛋们。 就不可能有中共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带一路。 蓝金黄、3F。 是吧? 就不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 所有的这些所谓中国的精英们, 是一个骑在14亿中国人人头上的一些魔鬼。 张松桥、戴永阁、戴斌、杨帆。 还是什么刘成杰、冠军、姚庆、曾伟、曾祥天、曾祥月。 是吧? 还是宋主英、杨岚、吴征。 还是马云。 不管你哪个人,你活不过三万六千天了。 你能在三万六千天里边, 你无非是把你所谓的财富, 留给那个你根本不争气的你的二代。 或者根本不敢告诉别人的你私生二代。 这叫什么? 这就是道家所说的。 你简直太贪婪了。 被当时的景象、幻象, 所执着的、无知的所占有着。 你伤害那么多人。 但最终你将离去。 你会变成什么都没有。 世界一定会醒来的。 只是说哪个时间什么人醒来。 就像那个, 我们战友们听了爆料革命的, 听了七哥的, 你醒来了, 你就占到便宜了。 你就拥有了一个很好的现在, 还有明天, 还有未来。 你没听, 你打了一秒, 咱走着看。 你打完以后, 你想拔出来, 你就甭看。 昨天我上这个楼, 法治基金的律师, 就在那儿, 就这样一直抖。 就这样抖。 就这样抖。 哎呀, 我说你怎么这样啊? 我问他, 你还好吗? 我没事, 我没事。 还翻白眼儿, 听说。 赶快让人送走了。 打了四人。 就昨天啊, 就在这个法治基金办公室, 就昨天。 昨天晚上, 你看, 前天晚上, 两个战友的家人, 不相信爆料革命, 打了。 昨天晚上, 就是三点多钟的时候, 又一个战友, 新加坡的战友, 成天骂他, 老丈母娘, 说他你被爆料革命给骗了, 骗了。 老人家偷偷出去打了三针, 昨天走了, 老天保佑吧。 没办法。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给世界提醒, 美国信不信, 欧洲信不信, 那是他们的福报的问题。 我们又不要他钱, 也不要他粮食, 也不要他低。 是吧? 我只想让世界知道, 好人能知道。 兄弟姐妹们, 我们今年的爆料呢, 大概时间就这么多, 我一会儿还要开很多很多会。 现在呢, 一起来为75亿, 我们全人类, 希望三年后, 我们75亿的全人类, 还有75亿吧。 然后为爆料革命, 所有的战友和家人, 14亿, 新中国联邦的同胞, 还有我们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的同胞们, 祈福。 感谢观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要再重申一下几个事 我前天说的戴永阁 喝多了搞的杨岚 戴永阁 我要重申戴永阁从来不喝酒 就是听说吃个醉屑都能晕倒 但这话是谁跟我说的呢 说杨岚这个 因为我过中间传递的人 我估计这是有误的 就是原来办孙立军案的某个战友出来了 他这个人呢 他当时他审的是吴征 估计吴征是吹牛撒谎 所以说这个要重申一下 戴永阁从来不喝酒 就是战友告诉我说 戴永阁不但不喝酒 他是敏感 就是吃个醉屑都会晕倒 所以沈吴征案的战友呢 说吴征这么说 证明吴征是王八蛋的 胡说八道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要重新的 我看第二件事情要澄清什么 咱们要坚持为真不破 为真不破 这边就应该怎么必须